54 歲資深音樂人袁維仁 2018 年在上海腦溢血回台修養 2020 年又在家中摔倒導致頭部重傷 今年又傳出已成植物人 身體狀況令外界十分關心 資深媒體人陳文茜 今天在臉書PO出多張舊時照片 其中一張是他與袁維仁過去合照 陳文茜寫下註解 主持文茜的音樂故事前 記者 慧 55 歲 旁邊的小胖 走了 此話一出震驚一票網友紛紛留言 他人還在吧 應該還沒走吧 對此袁維仁二姐透過友人澄清 沒事 袁維仁前妻陸元祺經紀人也表示 老是在休養中 家人照顧 只是烏龍一場 而陳文茜也發現悟傳隨即編輯文字 將旁邊的小胖 走了 改為 如今他病倒了 為他祈福